世界日新有报 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知数万 香港文汇报 其实今天香港很多家报纸都做了一个重点 报道就是看到在香港的北部发展 在北部 北都发展 它现在这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所做的一个规划 因为特区政府发布了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 因为这个项目很大 可以说也是一个跟进要持续关注的一个新发展格局 消息很多 我们今天先一块做中华聚焦 各方关注在香山论坛中所释放的一个消息和气氛 我们先看在中俄之间 香港的经济日报 中俄关系中方强调 愿与俄共同应对各种威胁 法广呢 这个是个中文版 但我们看看它的标题 它这个标题呢 我个人认为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若不是翻译的问题 就是他们本身报道的理解有问题 因为呢 香山论坛毕竟中方是主场 而且呢 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层级 所以应该是张佑霞去会见少一谷 不过呢 核心还是看他们说了什么 就是说俄中或中俄两方呢 都是对方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优先合作伙伴 但中俄当前的情势呢 其实用张佑霞他自己本身的军委副主席 他所说的话呢 是非常清楚 因为在这个部分当中呢 在两边互动了 都说两国关系堪称典范 特别是呢 张佑霞军委副主席 他提到就是说跟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 是符历史逻辑的一个战略抉择 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一个战略抉择 特别在当前情绪下 其实这一段关系呢 就很清晰了 就很明白了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中俄的情势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有台湾的记者 这次在北京采访的时候 他有一个直击观感 说俄防长抢进风头 美代表冷坐板凳 那是因为呢 少一古道的时候 我们大家看到张佑霞前去迎接 双方呢 两边呢会热情互动 互相拍了拍 有点小小的拥抱 但是呢 美方的代表团的成员呢 显然就比较低调 说从安排规格到各国的互动 宛如地缘政治缩影 但情势一定是这样 那信报表示说 国防部发言人与美代表短谈 这里指的是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其实透过媒体报道 我们看到会有些小画面 在会场其实互动是蛮自然的 因为吴谦呢 大校发言人呢 他非常自然的 他跟美方这次有两个代表 一个呢 就是我们昨天也提过的是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 中国事务方面的一个高级主任卡莱斯 他跟他有做单独的一个 两边有一个互相的一个 很简短的互动 但同时呢 跟这一次 包括这个之前的国防部 美国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这里呢 施耐德 施灿德也有翻译 这个部分呢 则是也有互动 但是在这个部分呢 因为他这次来是一个专家的一个角色 还有美方代表团比较低调 那有些认为说 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采访 但是呢 像卡莱斯就说 他这次来呢 他是并不接受采访的 但是这么样的一个互动气氛下 至少大家是沟通起来了 沟通起来当中 再来看呢 在这一次的发言当中 受到关注的一个谈话 台湾的旺报看说 张又霞强硬发言 台湾的陆委会指 和平是唯一选项 新岛日报 张又霞 台湾问题核心中的核心 在香山论坛的开幕式上 他主张和平发展军事关系 美国之音说 看到中国军方高官向美国喊话 愿推进两军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绝不手软 我们要关注近期呢 大家都认为中美之间 是不断地去释放一个健康 朝向稳定的一个沟通信号 当中当然重中之重 核心中的核心的问题 就是台湾问题 我们要算一下 美国的2024大选 到现在呢 也不到几个月 大概三个月多 这段时间若是拜登政府 他为了选举上面的考量 对台湾方面又做出了 什么触碰到红线的一些 方设 政策 或者是一些消息出来的话 那么肯定对当前中美 希望找到正确相处 知道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一块石头 所以话当然要先讲清楚 同时呢 信报今天 香港信报标题则是看到 在张又霞的谈话当中 也安批美挑起代理人 战争图利 经济日报呢 这里呢 是说相互尊重 拓中美军事关系 另外呢 在这个情势下 我们看到美国之音 说缓和关系新姿态 中国向美国飞虎 对老兵致敬 对 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比较有温度的一块 我们看啊 在这个香山论坛上 它是一个军事外交的 重要对话 中方姿态非常的清楚 那跟中美 跟美国之间 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刚刚也梳理的很强调了 特别在台湾问题的 这个方面 但是呢 近期呢 有很多 看起来规模不是很大 小规模 但是有不断拓展的一些 民间交流是非常实际的 在中美关系上 人民互动的这一块 始终是比较核心 根本的这个部分 在这张的图片上 我们看到 国家副主席韩正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呢 就接见 美国飞虎队代表团 他同时呢 也提到 国家主席习近平 之前也亲自复信 给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的主席 还有这些的飞虎队老兵 韩正呢 在谈话当中就提到 说中国人民铭记 飞虎队英勇事迹 不会忘记老朋友 但这么样的一段呢 就让大家感觉到 特别我们关注到 美国的媒体怎么叙述 美联社认为说 华盛顿跟北京 借由重温往昔合作 试图为当前紧张关系 寻求突破的这个层面呢 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一些灵感 再看中国内部 我们看信报 经济日报 今天关注的这个人事的脉动 信报标题 何立峰接替刘鹤 执长中央财经办 当中引用官媒报道 说因为星期一在北京呢 何立峰就会见 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 所以认为这是官方 首次证实 何立峰已经接替了 刘鹤出任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而经济日报呢 这里就认为关注说 现在看到了中裁办 是加紧各机构人士 调整的完成 以官宣何立峰出任 中裁办主任为重要标志 接续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 一个期待 大家各方 我们看到媒体就一直在那边 猜测说到底什么时候召开 但这一次呢 一个风向 说是聚焦防风险的部署 信报今天有一个标题 是中央组合权维稳散户性 新建户 它主要是看到股市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投资者 认为股市已经到了一个 它可以入手的地步 所以资金呢 开始有些散出来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美 目前呢 看似吹暖风 两边呢 大家都备受期待 中美领导人的会面 所以在这个前提的激励之下 再加上有许多的一个政策 接连出来 所以新报这里有一个观察 说散户的信心渐恢复 不过在房地产的部分呢 则是有待激励 我们经济日报于是看 因为大家都期待的 金九银石 银石失色 楼市成交面金年错 百分之十九 说地方加码就市 另外呢 也是看到 像是深圳的豪宅 说被接割价促销 这个部分 想见投资者在地产的市上 在个房地产的市场上 出手的考量呢 还是比较保守 台湾2024大选 我们来看这个蓝白之间 政党协商的情势如何 在昨天后来呢 两边握握手 联合报这张照片 我们党民众党政党协商 共同宣示四点结论 以及中国时报说 磕空手套狼 蓝半猪吃虎 世界日报提 这个时候赖清德看蓝白河呢 又来抹红他们了 所以呢 柯问哲反应还是比较快 就说这个绿营就只有这一招 那么侯友宜呢 则是说有六成的民众 都支持蓝白河 难道赖清德批评的 都是这些人吗 在这次大家关注到 蓝白河所讨论的 他这个四点的一个结论当中 我个人看呢 有很多他大部分 还是比较原则性的方向 当然第一个部分说 要完成第三步的民主改革 第二部分呢 则是希望呢 可以遵照目前的 两岸人民关系法啦 还有这个民国宪法 在希望赶紧恢复 两岸要稳定 要和平稳定 然后恢复一些政治的协商等等 但第三第四我认为是 他们比较想要的牛肉跟核心了 就是希望能够扩大 立法院的运作功能 希望未来不论是谁当选领导人 都要去立法院做报告 甚至选出来的行政院长 也要经过立法院大多数的同意 最后呢 就是大家希望在立法院的席次上面 能够进一步的最大化 因为这个立法院 还有地方啊 议员们的这个数量 可以说才是政党 它生存下去的一个核心 那么接续呢 看起来目前只是初步的一个框架 还没有真正谈识 到底谁挣谁负 这个大家也有待后续 另外在香港这里呢 也是个选举议题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一个地区 区议员的选举提名结束了 地区直选172人 有禁逐88一席 但大家看到呢 这一次参选有三个看点 说爱国分深浅 主要是呢 觉得对于爱国者参政 这个部分呢 是不容许有模糊的空间 那么接续呢 就是在大家各地的 一个选举的一个背景啊 还有为人民服务的这条路线 另外还要关注到 政团合作的一些选举策略 而这次细部呢 就是看说非建制派清零 那说的呢 就是民主党派啦 民主党派无人入围 这也在香港的选举历史上面 是造成一个观察 但是大家看啊 民主党这个部分 当然啦 他们现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代表他们之后 就没得发展 所以他们会去 报道当中就提到 他们可能重新思考 怎么样呢 是真正落地为民众服务 但是如果他没有立法会议员 也没有区议员的话 这部分呢 亏时进展会比较难 继续我们做中华速报 这是香港接续要发展 一个新格局了 文汇报的头版呢 刚才一开始 我们带大家看到了 新岛日报看到 说现在呢 因为这个地方可建屋 超过50万 万火 10年内要发展半数的用地 而且2027年前呢 就要启动 在香港这里的舆论 也有关注 因为这一块的规划 到底目前总需要的数字 多少还没有出来 可能看后续西部规划 另外这是一个好消息 今天呢 在读报之前 我们看到很多直播节目 包括凤凰渠道 我们一直在看文汇报 神周16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 成功着陆了 他们都健康安好 联合早报 见面新闻我们看 因为这是深圳的 欢乐谷过山车事故背后 说今年6月做完年检 母公司前三季度 亏33亿 联合早报表示 这个下午观察说 这一次的安全事故 背后是地产危机 蔓延之忧 因为文中分析呢 他背后讲说的呢 就是华侨城 被视作是中国文女地产 最大的一个企业 因为这次事故发生的时候 刚好公布第三季财报 亏损的数字 我们刚才看到 那同时呢 三季算下来 这整个纯利润 是负560% 这个数字看呢 也很惊人 因为他们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除的是靠旅游之外 就是在地产的项目 但是新冠疫情 接续呢 包括地方的债务 这个债息 要加高 所以在各方面都冲击到了 华侨城本身 主要的利润 创收的这个部分 接续现在呢 在旅游的项目上 出现这件事情 也很担心 会影响到它的复苏步伐 所以投资者呢 就以此事件呢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另外我们来看 国安部这里的担忧呢 则是大家小心 防范境外的 甚至研制基因武器 新华社提到 国家安全部表示 小小基因如何引发 生物安全龙卷风 我们看呢 其实是有一起了 涉及生物安全领域的案件 国家机关就发现 境外呢 是一个某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了 他说我要开展 这个生物物种调查 所以要在中国招募志愿 所以以此呢 就可以搜集 有很多的一个信息 所以国安部呢 也提醒 这是要注意 另外 哇 人不见了 你们看到 这两张照片 这张我们放大一下 拿了一个很特殊 光学材料的一个隔板 就发现有部分 隐身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利用特殊材料 展示隐身术 我相信观众朋友的脑袋 一定动很快 哇 那接下来 它还可以扩大 用在哪里呢 它可能如果打造一个 更大的空间 不就变成了一个隐身室了吗 当然呢 有开心 当然也有担忧的地方 大家都希望 有个隐身斗篷 有没有可能实现 明报 信报 来看这是一个案子的进展 信报说四港大生 感激刺警 这件事情各求两年 因为法官质疑 他们缺乏懊悔 另外是李云迪复出 嫖娼被抓两年后 照常演出 那么接着这个 有受到探讨 明报提到说 他含泪奏肖邦 中东情势 华尔街日报呢 这里说 当美国呢 希望喊暂停的压力之下 乙军却更深入地 推进加沙地面 新岛日报 以地面部队 推进至加沙郊区 切断南北要道 活力优势 打击哈马斯 以及经济日报说 攻加沙不明治 以色列恐献泥沼 因为他这边也提到 因为他约900万人口 认为这个战争 包括内塔尼亚湖 又提到这个时间呢 可能不是一个短期 认为这接续 也会耗费以色列 不少的一个裁员 但当中呢 最重要的是 他提到了有关于 美国在阿富汗的挫败经验 认为说 以色列的问题 是若进入了加沙 会不会也落得 跟当初美国 面对阿富汗问题 一样的进退两难 但这个两难过程当中 其实伤亡的 不只是人民了 那还有整个区域的 这个情势的问题 而到目前为止呢 在加沙地面的一个挺进 在目前国际舆论当中 所看到的 加沙南北 乙军都在布局做夹击 但是有消息说 他们希望可以流出 拉法的一个通道 但呢 在当地呢 电报也有消息说 一度呢 乙军的坦克 在加沙以北进去之后 很快的他又撤出去了 就说撤出去 就延续之前 上一次的一个 快闪的一个迹象 在当中呢 不断地往前推进的同时 也有一些试探 再看呢 在叙利亚的这个部分呢 也受到了影响 今天这个奇摩新闻 提到以色列国防军 说已对叙利亚军事基础设施 发动空袭半岛这里呢 也做了一个报道 而这个部分 以军的消息是指说 他们是回应上一次叙利亚 对以色列方向 所发动的一个攻击 而这件事情本身 叙利亚的一个军方 对外也有一个正式的消息 说确实在来以战的 他说以战的 戈兰高地的方向呢 是对他们有做袭击 但是详细的一个细节 包括伤亡的情况呢 这个部分呢 并没有更多的一个去交代 但这件事引发的关注之一 就是说以色列呢 现在对叙利亚的 这一个动线呢 也在约旦和以西 大家会忧虑说 是不是再开辟 另外一个新的战线 同时呢 还有里巴嫩 真主党的一些动作 认为以色列呢 此举呢 也让美国在这个时候呢 他是不是特别的一个担心 而约旦呢 先跳起来了 联合早报呢 跟大公文会 我们看啊 联合早报这里提 担忧中东局势加剧 约旦要求美国 部署爱国者导弹 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中东问题 特使翟俊访问约旦 我们先看约旦的这个部分 约旦才是在之前 约旦在 在上一次叙利亚内战危机的时候 当时约旦就跟美国 请求过去部署 这个爱国者的导弹 包括在防空部署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当时的约旦就担心 叙利亚的内战情势 会延伸到约旦来 也扩大了一个区域冲突 那么现在对于约旦来讲 再来一次 他们很担心呢 区域风险扩大 希望美国在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来做一个 更多的这么样的一个 爱国者导弹的部署 在文中呢 同时也提到 当地有消息 说约旦这块的地方 美军是不是借到约旦这里 将把一些武器援以色列 这是一个路径 但是约旦的官方 并没有对此做一个消息 甚至还有说 这个美军到目前为止的一个部署 可能也要占用约旦的一些军事设备 但与此同时 我们看翟郡他访约旦的这个步伐 他在当地呢 他在约旦的时候呢 也提到 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联合国他开会 对于这一次的一个巴以情况 最后呢 吵了很多遍 约旦所提出的一个方案 获得高票通过 约旦提出的方案当中呢 就提到了停火字眼 这个也是中方目前在中东问题上 对于巴以所面对的局势 所提的一个原则立场 所以这么样的一个接触呢 也代表着说 中方也再一次的对外公开的展示了 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 坚定的站在一起支持他们 那在这个人质的消息上 目前已经公开知道的 大概有三 大概有230多个人质 哈马斯手上呢 事前已经哈马斯释放了四个 现在呢 这个是以色列军方跟外交部 对外公开的消息 说啊 这个被哈马斯绑架游街的 德以双国籍女文身师 被证实去世 明报标题呢 也提到说她正遭斩首 这个女方的妈妈们 是接到乙军的通知 然后外交部呢 以色列外交部 也对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公告消息 在俄罗斯呢 这里发生了事情 一起来看 信报说 挺巴群众闯俄机场 途捉以色列乘客 几名共20商居60人 AP也做了消息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呢 因为他们很快 因为这个是发生在俄罗斯南部 一个机场了 那当然了 当地呢 很快的就把这个情势给平定 所以有些人被抓 还要去做一个调查 克里姆林宫说 这个乱局是有外部势力介入 一定是乌克兰在背后的策动 而乌克兰这里呢 目前是表示 很不承认跟这个部分有关系 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目前大家全部都聚焦在中东情况下 俄乌的这个情况 借着这件事情呢 也稍微再做了一个探讨 但这件事情呢 在看待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更谨慎 或许要去看一下这个历史 因为在俄罗斯这里 在过往的历史当中 俄罗斯的犹太人 他们被针对 跟被这种排挤性呢 其实是最强烈的 所以这起事件呢 它的渲染效应扩大 相信对俄罗斯来讲 不见得是好事 但乌克兰也不见得得力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新报标题 美加强渗透太平洋岛国传媒 英国卫报也提 那么这个部分呢 也不是今天才来的消息了 因为在太平洋岛国的发展上面 因为近期当然有很多的情势 当然对于美国来讲 过去十几年来 都疏忽的这块地方 现在因为发现 中国跟这个越来越多的 太平洋岛国关系很好 所以美国也开始加大步伐 再回去做经营 不止呢是要设使馆 增加一些高层访问交流 现在连当地的舆论呢 他们也想到了这个路子上 好 这个是揭露 内盖夫沙漠中 美国秘密军事基地的一个存在 这个消息来源 主要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箭头方向 这是一个调查网站 是拦截 我们翻译做拦截这个调查网站 它当中呢 我们先看这个内盖夫沙漠 它是在以色列以南 它说在这个沙漠当中啊 有一个叫做哈克伦 如果我们记错它翻译 应该哈克伦的一个山上 发现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而且呢 他们是透过政府往来的文件 还有预算计划当中呢 看到这个规模 还在不断的一个扩大 当然之前这个部分呢 是没有一直被公开的去证实 因为一直说 因为之前拜登政府 还有美国的军方表示 他们并没有在以色列派驻军队 派驻他们的美军 在正式做一些军事上的行动 所以呢 认为说这个军事基地的存在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同时这个网站呢 还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2017年有一个美国之音的报道 认为说在这个报道 当中当时就提到了 说也两边 首次官方也提到说 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存在 只是后来那个声音又变比较没了 所以文中呢 是就点到了当前 原来美军在以色列的 一个动作的一个关注点 还有美韩社朝130军机 130架军机全天候模拟作战 他也做了一个报道 因为美国跟韩国 昨天开始展开为期 五天的一个大规模 联合空中军演了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空中军演 可能是原本在既定的计划当中 但是去年10月 差不多同规模发生的时候呢 朝鲜是很愤怒 反应很激烈 也试射了很多个飞弹 不过这一次 大家注意到 自从8月呢 朝鲜发侦查卫星呢 那不成功以来 本来说10月也要再发射嘛 但到现在还近悄悄 所以文中呢 报道当中也做了一个关注 或许呢 朝鲜安静的时候 才是美韩需要更紧张的时候吗 飞舰使进黄岩岛与共军对峙 联合报报道路透的消息了 消息来源 大家一看 又来了 那当然了 在路透消息呢 是也关注到 就是在中国军方 解放军表示 这次菲律宾船舰 又是一个非法入侵 所以再次做了一个 严正的一个禁告 在金融时报 今天也有一个焦点报道 这个雅虎是做了一个 金融时报消息来源的 一个参考 这有一个中文版 但是金融时报 这里的标题是指说 俄罗斯俄军在冬天来临前呢 加大对于东部主要城市的 一个进攻 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进展 那么雅虎这里的标题是说 这个注意到 说俄军巴旅强攻 阿夫迪夫卡的这个部分 这个金融时报 也提到这个城市 对当家的聚焦点 都在中东的时候 其实呢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 这一块地方 特别在冬天 即将来临之前 两边是否能够 寻求一个突破呢 大家也还是 媒体还是有在看 今天有个消息 就是梅多退休惹狙击 说传媒亡国恐拆股 因为他90多岁 后来退休 交棒给他自己的长子 不过他的长子 没有接管集团 只是接管新闻的部分 但现在投资者 发现有很多的发展 当然投资 当然是看哪里获利了 希望能够拆分 他旗下比较赚钱的 一些地产等等之类 所以呢 这个他的亡国 也面临一个 很大的一个考验 万圣节 昨天才说 万圣节参加 人多的地方 活动小新 结果美国四周 万圣节派对 传出枪击案 十一死 当然了 在万圣节的这天 虽然很多的商业化操作 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平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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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